中华民族的文化璀璨绚烂 而文物最能体现某个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 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随着近几年健保类综艺节目的大火 有一些祖上非常显赫 而后逐渐没落的家庭 纷纷拿出了祖传的或者自己收藏的文物 来到专家面前一遍真假 这位老伯就是其中一位 他带来的是家喻户晓的免死金牌 原来这位老伯祖上是朝廷的官员 显赫无比 老伯想用这块金牌在北京换一套房 专家双手捧着他带来的免死金牌说 你真行啊 这免死金牌又叫单书铁券 相当于君王与陈子的一张契约书 陈子们为君王驰骋沙场建功立业 君王保其性命 取其子孙世代荣华富贵 历史上第一块免死金牌 是汉高祖刘邦颁发给韩信的 但自汉高祖发明免死金牌 一直到清朝时 备除免死金牌 金牌始终都没有起到免死的作用 反而加速了持牌之人的死亡 这位老伯祖传的就是这么一块免死金牌 但是专家静下心来 仔细研究却发现 老伯的这块金牌明显较轻 在放大镜下金牌背面赫然写着 民国二年的字样 也就是说 这块金牌是个赝品 并不值什么钱 也换不了一套房子 专家将实情告诉老伯后 老伯也是无可奈何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居然是假的 老伯也是没有想到 所以说 文物虽值钱 但健保虽谨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